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与马泰安部落 携手合作拍摄纪录片 29号在新天堂威秀影城盛大举办首映活动 而这部纪录片不仅是对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度探索 更是对马泰安部落阿美族历史与文化附赠的珍贵纪录 充满着感人至深的情感与历史意义 花莲县政府米格勒影像制作社与马泰安部落 携手拍摄当于下再次将马泰安纪录片 29号在新天堂威秀影城龙中走映 纪录片不仅展现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厚顶运 更透过影像纪录唤醒观众对部落历史以及文化的深刻反思 马泰安部落和泰帕朗部落 因为这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部落 尤其是保存保留的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部落开始做 我们很高兴的马泰安部落把它做好 在今天能够纪录片的发表 泰帕朗部落的主题是苏拉拉旦 但苏拉拉旦因为在整个程序上 还有很多工作上面 我们还有很多的行政程序必须要走 所以它其实也在进行当中 可是这些的行政程序 其实也会相信也会在 或在它的纪录片里面成为很重要 给未来要盖索拉拉旦做参考 那也可以给地方政府在做行政程序的时候 更缜密的思考 紫彦会现场除了来自花莲与马泰安部落代表之外 还有来自各界的贵宾以及学者参加 包括现营研究时依赖李正文 红月古绿南温泉区营运营长孙翠如 格马兰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潘曹志成等 多为各界人士一同来参与共同见证 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 记得喜欢华社博导